端午三天連假 為了防疫 高工局是採取嚴格的閘道管制 連耐使得六都的國道交流道 都嚴重的堵車 最塞的時候 用路人估計得要一個小時 才能夠上國道 也引發了民怨 工局是宣布說 針對民生物流 還有大顆車比較多的閘道 請交控中心依交流道的運行狀況 來彈性放寬綠燈的秒數 消防部長王國才也呼籲 有通勤需求的民眾 可以先改走省道 至於來看到天氣的部分 海岸島的熱帶低氣壓 已經形成今年的第四號颱風 小熊 但是不會對臺灣的天氣造成影響 廉價前面兩天 全臺的天氣大致上是多雲道晴 遠景在路口只會交通 林一頭還有人控制紅燈秒數 端午廉價第一天 高雄中正交流道加道口 出現車震 綿延好幾公尺 有民眾只是要到市區 卻等了二十分鐘都上不去 不只南部堵車國道一號北上 和新屋交流道北上扎道 同樣嚴重回堵 紅燈得等一分半 才轉綠燈不到七秒 為了防疫 十一號晚前九點起嚴格紮道移控管制 導致六都國道交流道都嚴重回堵 最賽的時候用路人約要一小時才能上國道 引發民怨 高工局表示以針對民生物流及大客車較多的紮道 請交控中心 易交通流量運行狀況彈性放寬率等秒數 截至下午三點 連假首日國道全線的交通量 為三十點五百萬車公里 較去年同時段減少快六成 而天氣的部分 海南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 以增強為今年的第四號颱風小熊 小熊颱風入境預估朝中國前進 對臺灣不會有直接影響 連假前兩天全臺多雲道勤 但中午過後西半部及東北部地區恐有局部短 佔雷震雨以及局部大雨的機會 記者王庭 陳顯坤 張淑雲綜合報導